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西方美术鉴赏的课堂 今天我讲的是还是关于走进课堂之前这一部分 相当于这一部分我其实思考了很久给大家增加了一堂课 因为我觉得这一堂课里面我准备讲的主题也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我们正式讲到西方艺术的作品鉴赏之前 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 我们看一看 然后这里我想给大家讲到的一个是很重要的 叫做听自己的声音 因为在前面两节课我给大家介绍了关于五官感受 然后五官感受我们如何从眼耳鼻舌声音等等 全方面的角度去提升我们的五官感受的体验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一下关于面对作品的时候 听自己的声音有多么重要 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通过作品来表达我们自己 好这里呢我们先看一幅作品 这一幅 就是非常著名的蒙娜丽莎 达芬奇的这幅作品 那么我会提一个问题 看到这幅画的瞬间你的感受是什么 此时此刻的感受 其实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们看这幅画的瞬间已经过去了 也就是这幅作品 当我把它展示给大家的时候 当这幅作品展示到大家面前的那一秒钟 就当这个幻灯片一放出来的那一秒钟 我要求大家去捕捉一下 刚才你一眼看到它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其实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容易的问题 但是其实让大家回答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容易 因为过去呢我们在课堂上 其实多次我以这幅《莫娜丽莎》举例 让大家当它一放出来的时候 我说你对它的感受如何 其实很多同学会很难描述自己的感受 或者当这幅作品放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陷入一片沉默 当它无法说出自己感受的时候 我就会再问一句 我说那么你觉得《莫娜丽莎》是美还是不美? 你觉得它漂亮吗? 然后当我这样问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课堂上很多同学 其实是不太敢回答的 他不太敢说明确地表达出 它是美还是不美 为什么? 因为他在等着我来说 这幅画是美还是不美 他等着我来告诉他 这幅作品该如何欣赏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 在面对一幅艺术作品的时候的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 也就是我们不敢表达我们的声音 不敢表达我们对这幅作品的真实感受 所以这里我想让大家留意一下 那么你会发现 什么原因呢? 你说不出自己的感受 除了不敢说出自己感受以外 还有一个你会觉得 那个感觉好像很难形容 很难描述 所以我想问一句是 什么原因我们的感觉被锁住了? 什么原因我们的感觉被锁住了? 也就是在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 即使你敢说出自己感受 可是你觉得那个感受很难描述 很难说清楚 所以这里呢 我就想给大家提到一个 关于感受的平衡的话题 也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在面对一幅作品的时候 我们很难描述自己的感受呢? 我想大家都回想一下 当你是小婴儿的时候 当然也许你会觉得 你自己已经忘记了你是小婴儿时候的状态 但是可能你会看到别的小婴儿 在长大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某些状态 比方说那个小婴儿 当她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那么你说她饿了怎么办? 她冷了怎么办? 她热了怎么办? 当她感受不舒服的时候她怎么办? 因为她不会说话 你会发现那个小婴儿 是不是当她处在这样状态的时候 她都会哭啊 她都会用哭来表达她的需求 对不对? 表达她的不舒服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哪一个父母 他非常喜爱他的孩子哭? 没有对不对? 你会发现 你不可能在你的身边 遇到有这样的父母 哪个爸爸说 哎呀 昨天我太开心了 我儿子狠狠地哭了两个小时 整栋楼都听到他的哭声 我说实话 如果他的孩子真的哭了两个小时 他已经烦躁无比对不对? 他肯定很快地想去帮助这个婴儿 让他不哭 为什么? 为什么会那么快地 要去制止这个孩子哭? 其实有一个角度是 我们其实有点担忧 我们可能是不好的父母 我们害怕孩子哭 是代表我有什么没有做对 我有什么没有满足他的需求 可是有时候 孩子他可能就只是哭 他有时候可能就是 他只是不舒服 因为所有的不舒服都是哭 所以孩子从小就会学会了 哭是不好的事情 哭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当他觉得哭是不好的时候 那么当他要表达自己的需求 又想哭的时候 他会被父母制止 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 我相信这样的情景 是非常非常多的出现 然后不仅是父母制止 可能也许在你比较小的时候 幼儿园 小学 当你哭的时候 老师也会说 或者你旁边的同学也会说 你都这么大了 你怎么还哭啊 你怎么这么大 你还好意思哭啊 真的 所以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 我们的成长过程 实际上我们就很容易的学会了 哭是不好的 那么哭是不好的 背后意思就是说 表达感受是不好的 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学会了 在感受这一块呢 我们其实就已经有一个 被锁住的过程 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充分的 能够完整的 或者说完全全然的去表达 我们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童年 可以说这一点在东西方文化里面 其实差异不是太大 我觉得 在西方文化里 可能稍稍的好一点点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说 没有任何的老师孩子 老师和家长会喜欢他的孩子 是总是在哭泣 或总是在情绪当中的 所以说这个情绪化呢 其实也是一个不太好的 会发现 如果我们说某个人情绪化 你可能觉得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贬义词 对吧 觉得这个人不够理智 不够成熟 好 所以这里呢也就提到一个 关于感受的平衡 为什么呢 因为心理学家就会发现 我不要那些愤怒 悲伤恐惧这样的感受 我只要开心喜悦快乐 所以我会 他会有意识地去压抑 就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都会有意识地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感受 就只是你压抑了你的情绪以后 你压抑了负面 你的正面一样被压抑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呢我们不太清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总是说 我们会隔离或屏蔽我们的一些负面的感受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全部的感受都被隔离了 所以后来呢有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大概三四十岁的成年人吧 或者四五十岁的成年人 你会发现 很多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他说哎 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开心 但是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特别不开心 他说我每天好像就是这么死气沉沉的 就好像没有太多的生命活力 就处于一个比较麻木比较木的状态 实际上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 当然也可能因为经历了比方三十年四十年到四五十岁 然后生命过程当中他经历太多的波折 也许有太多的一些不平安痛苦苦难的经历 所以人们其实真的很害怕去感受那些所有的痛苦和不开心 但是我们不知道 其实这样我们的高兴我们的喜悦 我们的正面体验也被锁住了 所以这就是心理学家所发现的这一个 关于感受的平衡的这样的一个钟摆的理论 知道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以后 我们回过头来可能对我们就会有一些警醒 我们就会知道原来当我们在面对一副作品的时候 一个可能基于权威 我们不太敢说出自己对这个作品的真实的想法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真的不太有感受 有时候在面对一些作品 有的同学说 他说老师我真的没感觉 我就是对他很没感觉 感觉也是一种感觉啊 没感受只是说你对他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喜怒哀乐的感觉 可是他也是一种麻木的感受 所以没感受其实也是感受对吧 所以以后呢在面对作品的时候 因为以后的课堂上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艺术 比如名画 名作 雕塑 包括建筑等等这些作品 我希望大家每一次在看到这些作品 他放出来的那一秒钟 其实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一秒钟都长了 因为他一放出来的那0.1秒 你可不可以快速的捕捉一下你自己的感受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一刻你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就是真实的 他没有经历别人太多的权威或者说是 标准答案的这样的一个甜筛 那么它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真实体验 好 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再看这幅作品 然后同样还是这幅Mona Lisa 我们再来一个问题啊 我们说此时此刻你认为Mona Lisa拥有怎样的笑容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看一下这个Mona Lisa的笑 然后以前我记得我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会走下台去问当时在场课堂上的同学们 然后有些同学呢他们的回答呢特别有意思 我们看一下他们回答的有什么样的笑容 我们会看到啊满意的笑 尊诚的笑 害羞的笑 友善的笑 发自内心的笑 嘲讽的笑 冷冷的笑 皮笑肉不笑和根本就没有笑 好 你看一下这这么多的笑容 它是不是有完全相反的 它有非常正面的微笑的形容 然后甚至有嘲讽的甚至还有根本没有笑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那么这里呢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啊 假设今天你想象一下 今天是你最开心的一天 你今天一出门啊天气晴朗 然后你所有你今天所想的很多事情呢都是心想事成 然后你带着非常喜悦开心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你来看这一幅画 你甚至觉得今天就是你今年最开心的一天 然后你来看Mona Lisa 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笑 你有没有觉得好像Mona Lisa都为你感到开心 你觉得它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的 为你感到高兴的笑 好 那我们再反过来 如果今天是你感觉最糟糕的一天 然后你一出门就摔跤 然后你觉得你今天遇到的所有的事情都不爽 然后甚至有人跟你吵架 或者你被父母批评 然后甚至或者你男女朋友要跟你分手 然后你觉得今天就是你今年最倒霉的一天 然后带着这样的心情 你再来看Mona Lisa 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Mona Lisa都在嘲讽你 你甚至觉得 哎呀 连Mona Lisa都觉得 你都看上去 你都觉得她似乎没有笑 她好像在嘲笑我 她好像在嘲笑我今天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一切 好 大家看一下 我让大家不断的去转换你的心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真的符合我刚才所讲的这样一个心理变化 可是为什么 这幅画其实放在这里没有变呢 这幅画已经花了五百多年的时间 但是不同的人 甚至同样的人来到她的面前 她的心情的不同 都会对这幅画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释 实际上这里呢 就是一个心理学里面所讲到的一个投射的现象 其实上一堂课我稍微简短的提了一下 关于投射 那么投射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和信念 反映在周遭的世界 我们说了解了投射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你当下的自己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在讲到这个投射原理的时候 后来也是在有一个学期有一个同学的论文当中 她是这样写的 她说阮老师 她说我第一堂课听你在讲蒙拉丽莎的时候 她说特别当你讲到投射的时候 她说我就回想一下 她说我刚才在看到蒙拉丽莎的那张油画作品的时候 她说我真的是觉得好像是傻傻的笑 她说我觉得蒙拉丽莎是一副傻傻的笑的模样 然后接着我就讲到了投射 她说当你讲到投射的时候 我突然就把这个感受就收回到了我自己 我突然发现我看着蒙拉丽莎 我就张着嘴露着牙齿 我就傻傻的憨憨的看着蒙拉丽莎在笑 我突然发现我看到的其实就是我自己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我们当了解了这个投射原理以后 可能我们对于这个艺术作品的欣赏 你会发现你在艺术作品里 你真的可以读到你自己 所以接着说为什么这个主题 我要讲听自己的声音 所以当一幅作品当它放出来的时候 那0.1秒的瞬间 你没有受我所讲的东西的影响 也没有受其他人所讲的这幅画 该怎么欣赏的影响 因为那一刻你就是你自己在体验这幅画 你和这幅画在产生的连结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在这个画当中 所看到的真实的自己 好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你们对我的百般 但注解和识读并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 却是一览无余的你们 然后这一句话我查了一下它的出处 据说好像是最早是某一个人的微博 还是签名 然后大家看到以后都非常喜欢 并且赞同于这句话 后来就很多人就开始用这句话 他就开始流行开来 所以我并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但是可以想见 大家对他的认同度其实很高 所以可能当我们在评价一幅画 可能我们在评价一个事情 或者我们在评价某个人的时候 其实可能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投射 所以了解关于投射以后呢 我会讲读画就是读自己 那么在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 那么我说通过作品回到自身 这是一张自我探索的旅程 所以如果说我们欣赏的每一幅作品 不管是雕塑还是油画也好 如果你只是在看这幅作品 你只是在看对它的解读和评价 但是你没有去关注到正在看画的这个人 我希望大家在看我们在看画的同时 你还知道是你在看画 所以每一个人在读画的时候 他其实对画作都是有不同的理解的 而且我记得我以前在课堂上讲到 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 也有个同学后来在课下和我交流 他说软老师 他说其实当你刚开始说面对画作的时候 我们要留意自己的感受的这个时候 他说我其实不太我是不以为然的 他说因为这不是我过去所接触到的欣赏画作的方式 他说我过去欣赏接触到的欣赏画作 就是首先要讲历史背景 画应该怎么欣赏 他说我过去听到太多这些 所以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他说我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真的跟因为这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作品 那自己和他有什么关系 然后后来呢在课堂上 在让他进一步在我们的课堂上继续上下去的时候 他说突然有一天他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我们之前他说前面讲的一些画作 全部是他过去曾经了解过的 所以当那每一幅作品放出来的时候 当我要求他去感受自己的时候 他说我对自己其实没有感受 因为那个作品我很熟悉 所以当那个作品一放出来 他说我感受到的全是我过去 去对这幅作品从书里所看到的别人的思想 就别人说这幅作品发生了什么 这幅作品的时代发生了什么 这幅作品该怎么去解读 他说我老大里全是这些 我没有办法体会到我自己 对这幅作品的真实感受 他说直到有一天 课堂上出现了一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作品 他说我在那一刻 我才真的知道了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他说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讲 你为什么要首先强调的是 我们面对画作的时候 我自己的一个真实体会 所以我听到他跟我分享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蛮感动的 而且我觉得很欣慰的是 他终于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也希望在我们视频面前的每一位同学 你们以后都能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首先去进入到你对画作的欣赏 然后在这之后 才对于艺术作品的背景 历史时代等等 包括艺术技法美的技法的了解 我觉得那应该是后一步的 第一步并不是那些 好 下面看这一句话 我说无感体验丰富的人 对生活的丰富感受 才能上升到对艺术作品的深刻感 其实我还是想表达一个 就是我们在看画的时候 我们要落回到我是看画的人 落回到你自己 当你在面对这幅作品的时候 如果你在生活中 你就是一个感受力敏锐丰富的人 那么你在作品里面 你就可以读到更多的感受 你就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感受 所以这才是我们平时要做的 就在生活当中 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无感的丰富敏锐的 这样的一个提升 这也是在我们在上一堂课 所强调讲受的内容 好 我们这么强调感受 我们说我们所处的现实 只有感受才是真实的 而真实才是美的开始 而感受是离心最近的地方 头脑的分析判断 永远只是评判 并非出自于内心 这一段话呢 我非常想强调一下 为什么我们说 只有感受是离心最近的地方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场景 是有时候我会和某一个朋友聊天 然后聊着聊着 他会跟我述说一些 他最近发生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呢讲着讲着 后来我就说 我说这个事情 或者说这个人 我说他让你很生气 让你很不舒服了 然后很多次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对方他突然就会说 没有啊 我没有不舒服啊 我没有不开心啊 他才不会气到我呢 我才不会为这个事情生气呢 好大家看一下 当我这样讲 当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 他有没有在生气 他其实真的在生气 可是呢 他的头脑的判断会告诉他 我不能为这件事情生气 我不能因为这个人生气 他不值得我生气 所以说头脑里面会有很多 合理化的解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否认我心中的那个 愤怒和不舒服 以及生气的感受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只有感受才是真实的 在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里 而感受是离心最近的地方 而我们头脑在分析啊 你不该生气 你不该生气 合理化的所有的这些 都只是评判 他没有出自于内心 所以我希望在生活当中 或者在面对画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多的从感受出发 从捕捕出发 因为他非常真实 而且我们经常会说的真善美 几个字大家看一下 真善美 美其实放在最后 真放在第一位 就是我们对作品的一个真实的体验 它其实是最宝贵的 所以我强调 对艺术作品的欣赏 没有对错 只有真实 艺术鉴赏是没有标达的 很多同学在面对作品的时候 他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过去的 学习的成长的过程呢 我们可能很习惯于标达式的学习 就是给我一个标准答案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标准答案 我把它背下来记下来就够了 这就是我学习的过程 其实不是 因为如果说这个标达 它只是给到你 它就像一个知识 它只是一个知识点 告诉你 这个东西该这么做 你是被告知这样做才正确的 但是是不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受到 这样是对的 没有 所以说在面对艺术作品的时候 我强调的是 艺术欣赏没有对错 只有真实 我们不要期待有标达 所以在我们的艺术欣赏的课堂上 我从来都不会给大家标达 我也从来不会告诉你 这幅作品该怎么欣赏 所有的感受都要出自于你自己 是你自己自发的能够感受到的 所以我可能在我课堂上 让我做的最多的就是提升大家的感知力 而不是告诉大家作品的标准答案 好 所以这里呢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建立表达的勇气 所以在面对每一幅作品的时候 可能在面对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 因为实际上我自己记得 我大概是在我初中的时候 我最早看到蒙娜丽莎那幅作品 其实我当时觉得这么有名的作品 然后后来我才去慢慢的去探索 为什么 那它为什么有名 那当然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面对一幅作品的时候 你要敢于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它美还是不美 你对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 这里让给大家看一段 关于蒂德罗 法国的一个艺术评论家 他是这个19世纪 应该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时候 非常著名的一位艺术评论家 然后他对于艺术欣赏 有这样一个定义 他说艺术欣赏力 由于生活情感经验而获得 所以这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关于五干感受体验 就你是一个越丰富经历 对生活经历的越多 体验的越多的人 那么你对于艺术作品的 这样一个欣赏的深度 或者说广度才会更宽广 他说艺术欣赏力 是由于反复的经验 而获得的敏捷性 他表示在能使他美化的情况下 抓住真实与良好的东西 并且迅速而强烈的为他所感动 我们看这个所感动的什么 绝对不是标准答案 它一定是你的真实情感的连结 好 然后我下面要强调的是 就是在画作面前人人平等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建立在画作面前的勇敢表达的能力 而且呢 过去我们的鉴赏一幅画作的方式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以画家为主 以画家为主 就是我们会看这个画家用了什么技法 用了什么色彩 用了什么构图 然后从历史背景等等 我们会围绕着历史围绕着画家 围绕着作品来欣赏作品 但是呢 我希望在我们的课堂上呢 我们要以观看为主 要以观者为主 为什么 因为你每一个人对这个作品的观看和解读 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不一样里面是有很多的奇妙和智慧在里面 你会惊奇的发现 原来他可以以这种角度去解读这作画 但是我却看到了这个画的另一面 然后也可能他看到的另一面是你不曾看到的 因为他的看到 而引发了你更多的看到 更多的角度 所以说呢 每一个人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欣赏 不同的感受 最后组成了那一幅画 很丰富的对于这幅画的解读也好 评判也好 那么这才是一个 这个画作当他诞生以后 因为每一个人对他的真实的艺术体验 然后才真正完成了这个艺术作品的 艺术建赏 因为我们的课程叫做西方美术建赏 我们不是西方美术史 那么在建赏的这个层面里 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是 你也是主动的参与者 甚至你也是这个艺术的创作者 因为你对他的感受和解读感知 当你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或者当你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 这也是艺术创作 然后他就构成了这个艺术整个作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从画家为主到观者为主 这是我希望在我们的课堂上 大家在面对艺术作品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转换 好 最后呢 送给大家契科夫的一段话 这段话我非常喜欢 然后在我的课上我会多次提到 今天呢 也把它送给大家 他说有大狗也有小狗 可是小狗不应该因为有大狗的存在 而心慌意乱 所有的狗都应当叫 就让他们各自用上帝吃给他的声音叫好了 好 这段话大家可以细细品味 好好的读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 在课堂上 所要补充给大家讲到的一个 我非常强调的就是听自己的声音 不管我们的五官的感受的敏锐度的如何提高 最终我们在面对画作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勇敢的表达 要能够有你自己的声音 有你自己的对画作的理解和主张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这才是第一步 第一步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下一次课呢 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第一次的讲课内容 也就是古代希腊的雕塑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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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